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忍不住挥手 若已牺牲在 就会把爱放在 心中最温暖的地方 最温暖的地方 温暖的地方 小江手还挺快的 这边港子也不错 可是我觉得呀 还不如哪篇撤稿 小江说了 这是他记者生涯当中最精彩的一笔 就这样被你扼杀的摇篮房 那我当棍子的时候 在我们副刊呢 你是有身杀大权 这叫做再其位谋其池 屈屈 我还真有点不太习惯 头 你就放心地往前冲吧 大伙呀都在后面跟着呢 坐 坐 确确 二板认天窗开着怎么回事啊 这是梅林的 给他预留的 那稿子呢 这天窗不见得开到明天初爆吧 这都什么时候了 把他叫来 不是 他还没来上班呢 但他留话了 他那板呢不能动 打电话 把他叫过来 好吧 小朋友 你们怎么没上课呀 老师生病回家了 那你们怎么没回家呢 爸爸说老师不再让我们待在学校里 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 爸爸是造房子的 妈妈是送早点的 那你们想上课吗 想啊 谢谢你 再见啊 好 我跟梅林电话没打通 我打到她家里 被她妈妈莫名其妙地骂了一顿 她是撤我来的 学学 嗯 你赶紧把板补上 梅林的事情 我来处理 头 梅林的个性 你是最清楚的 你就多担待一打吧 这丫头 真让人头疼 头 你是谁呀 她能治得了你吗 可是梅林 对你的感情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真的想好了吗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明白过 能跟我在一起过一辈子的女人 只有小燕 她走了 我一直等待 她回来了 我绝不放生 行 我支持你 这早晨起来出去散散步啊 那真好啊 回来了 我建议你啊 早晨起来也跟我一块去走走 丘梨呢 她呀一大早就去加班了 你儿子现在忙得很啊 就好像整个地球啊 都围着她转 那是 有了支点了吧 洗手啊 喂 梅林啊 丘梨一大早就去加班了 不用谢 哎 妈 我加班去了啊 你加什么班啊 你就别管了呀 我不管你 你能长那么大呀 梅林啊 妈妈跟你说 对男人要动动脑筋 要有智慧的 哎呀问题不在于这个呀 问题是在于这个宁小燕一出现 她就把丘梨抢走了你知道了 你放心 妈妈不会饶了那小狐狸精的 妈手里啊还有着黄牌呢 哎呀你就别跟我添乱了 我已经想好了 妈我跟你说 我要的东西啊 我就一定要得到 我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 对 谁来个电话呀 梅林来的 好 找丘梨 喂 建国啊 为了梅林和丘梨的事 季红天天跟我唠叨 她说有个女同学 你来看丘梨 当时她一说 我已经那么一听没往心里去 可现在想想 还真有点名堂啊 你好好想想 好像是北大荒了 北大荒 我说到北大荒 你那敏感干吗 她不是她 她那不是我第二个故乡吗 要我说呀 你呀宽宽心 这姻缘这事情啊 她该成就成 不成就不成了 可你看季红这样子 要是梅林跟丘梨成不了 她非得要死要活的 我话又说回来了 那北大荒的女孩子一到 我觉得我们家的儿子真不对劲 我跟你说啊 这件事情 咱们可得密切关注了 你说你呀 那儿子谈恋爱 这你 你这么紧张干吗呀 我是她妈呀 我一定得给她找好的呀 你想想 这北大荒来得有什么好 又没户口 又没正式工作 父母啊还都在农村 哎哎哎哎 别瞧不起农民啊 你不信我们这些人 都翻开家库看看 上不了三本 全都是农民的 行了行了 别给我上高上线 我哪敢呢我 文华 局里那房子分下来了 有咱们家一套 一百五十平米 三几十啊 那好啊 你是副局长 单得有一套 可为了这个啊 季红和老梅还在生气呢 是啊 我也是想帮他们忙 这是按级别分的 帮不上啊 哎这老梅啊 当了一辈子的司机 整天没少挨雨红的埋怨 也叫他脾气好 要换了任何人 都过不下去 我倒要问问你了 儿女的事情你管过多少 都是我一个人在张罗 到头来啊 我倒吃力不讨好了 不是这个意思 她做什么事都有点分寸 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我就不相信我女儿嫁不出去 下一步那死定的邱家 她年当妈的追老邱 现在小的没有追了小邱 你什么意思啊 你再说一遍 你听谁说的 夜里做梦都翻老邱的名字 心没的 在你眼里 是不是我们女儿俩犯贱哪 你也不瞧瞧你自己 人家的男人能当官分大房子 你呢 一辈子混个司机 还看我们女儿俩笑话 不容易吗 行了别气了 气坏了身子 不划算的呀 我就不相信了 她秋里有什么了不起的 她看不上我女儿 我让她谈不成恋爱 结不成婚 小心啊 星期天还这么忙啊 我是总编 是这张报纸的灵魂人 我要想让她起死回生 我就得加把劲才行 小燕 我觉得这两天 你是不是躲着我呀 没有啊 我在急着找工作呢 并且我想 你也需要时间 把事情处理好 你说梅林吧 她就这脾气 闹够了就泄了 任何人 不能影响到我们之间的感情 我心里挺难受的 不想你去伤害她 不想你去伤害她 小燕 你还是那么善良 那你知道吗 感情的事情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们将来去打拼 只要你信任我就行了 好 我听你的 对了 顺便向你汇报一下 但可不是征究你的意见 我已经决定了 到农民公子弟学校做老师 是 农民公子弟学校 我刚才走进来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你们这个选题 你们也在讨论 农民公子弟上学的问题 其实我也是 无意中走进那个学校的 那里的条件不太好 孩子们特别可怜 没有老师给他们上课 校长对我说 她已经接近了全力 但就是没有好的老师 可以长期留在那里 我当时想都没想 就跟校长说 我在北大荒当过三年的老师 只要你肯点到同意 我可以马上开始给孩子们上课 秋莉 你能理解我吗 办报纸是你的事业 我没有你的宏图大致 只想和孩子们在一起 把我知道的都交给他们 知道 你这黄毛丫头 足以大着呢 你的事业伟大 比我伟大多了 全天下最美丽 最善良 最可爱的人 小美老师 干什么呀你 你就是最调皮捣蛋的学生 快点 滴 高不是 快点 好了 快点 快点 你怎么来了 我为什么不能来啊 这是报社 殷小燕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欺人太甚了 谈情说话有的是地方 你少在面前恶心我 美丽 说话放松重些 我 我先走了 小燕 小燕 要走呢 就走得干净一点 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美丽 请你听我说 我不用你跟我说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要说丘莉有多爱你 你有多爱丘莉是吧 你的善良甚至不想伤害我对吧 可是事实放在面前了 你不觉得你这么做 太过于不去了吧 美丽 我警告你 这事跟小燕没关系 我跟你也没关系 那是我自作多情了 是我自作自受是不是 除了对不起 我不知道我还能说什么 你不用说什么 你都已经做出来了 还用说什么吗 小燕 小燕 你干吗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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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拒绝了所有追求我的男人 我的脑子里全都是你 这些年来 爱你已经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为什么我这么做 你却看不见了 你以前是怎么对我的 你现在又是怎么对我的 自从那个宁晓燕来了以后 你眼睛里就没有我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爱她 美丽 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你完全可以找到一个 比我更好的男人 你这是一个太别角的见口了 美丽 你是个聪明的女孩 你应该知道 这个世界上唯独爱 是不能施舍的 并不是因为你爱一个人 她就要必须回报你同样的爱 我不希望我们俩成为路人 作为朋友 我认为 不可能 不做情人就是敌人 绝对不可能成朋友 美丽 美丽啊 你这不吃不喝不行的 妈妈 不要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啊 妈妈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 你吃一点 美丽啊 处理这件事情你就这样玩了 还想让我怎么样啊 跟她闹 她刚上任 她最怕这一招了 你以为把她闹下台了 她就跟我好了 把她想得太简单了 我不会让她这么太平淡 离开了 她的外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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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来了 你 你 那婉华呢 她不在 练喝唱去了 晚上还练唱啊 那我找你有事 进来吧 是邱琳和梅琳的事 要换鞋吗 不用了 其实我也不想到你这儿来 我们家梅琳啊 成天在家愁眉苦脸的 我怕她想不开 只能来找你啊 这孩子们的事啊 让他们自己解决 我们是没法管的 我们家梅琳你不是不知道 她一根筋啊 我现在是求这个求那个 你劝劝邱琳嘛 你的话呀 她能听 恐怕不行 邱琳你又不是不了解 我怎么劝她动啊 再这说了 大人怎么劝都没用 还是要看俩孩子嘛 那你是不想劝了 你没看见我这儿有我的工作 邱建国 我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这个事我就盯着你了 你帮不帮吗 我帮不了 我也办不了 那好 那你到时候别怪我不仁不义的 你那天老底子的事情 我要在婉花面前一抖落 你们家也别太平 害怕了吧 知情点那些沸沸扬扬的事情 张婉花可是一点都不知道的 你打算怎么着 你要是帮了 我也不是个多事的人 咱们两亲 你要是不帮啊 那就零说了 你这是要挟我吗 所以你怎么想 你别做梦了 我不怕 徐建国 我现在就告诉你 这个忙我不报了 你想用这点事情 就想换取我儿子的一生幸福啊 不知 既然咱把话都说到这儿了 那咱们就一起等王花回来 等着她的面 把事情说清楚 省得你以后时不时地来要挟我呀 怎么 不敢了 徐吉红 你不要以为别人的把柄都在你手里攥着 你的把柄呢 叔叔也不少吧 你说说 想当初咱们在一起插队 一块干活 一刀事情咱们互相担当了点 你不要把人给逼急了啊 怎么啦 你少管 菜都烧好了呀 吃饭吗 不吃 又生气了 这气又不能当饭吃 你把我气死了不就省心了吗 你冲我发什么祸 我看着你不顺眼 爸 妈 我回来了 爸 妈 回来了 爸 梅林呢 你要等她呀全家都得饿死了 妈 你妈不舒服 躺着呢 我们先吃 也好 来 我饿了 过来吧 饿得有吃 你这次要走些日子吧 对啊 我们这个项目啊 是国家的重点项目 要保三年的 我妈怎么了 哎呀 哎呀 你妈呀是看了什么都生气 一生气就哭 成天就是哭哭啼啼的 那我是一点办法都不用 我妈可能是到了更年期了 你多体谅体谅吧 耿到什么是头儿你这事闹的 哥 怎么了 被人家调到尾巴了 你少添乱 二 我这可是关心你啊 谢谢啊 你的关心八百年才有一回 干什么 又好好的手捧你咋吃 你当我不知道啊 你现在是脚踏两只船 下不来了吧 谁脚踏两只船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不就是小燕姐回来了嘛 就回梅林可要被打回原形咯 什么叫被打回原形 我跟梅林本来就没什么 我说秋月啊 平时你三天两头往外跑 从来见不到你人影 怎么我的事情你知道比谁都快呢 这才叫默默关心 谁叫你是我哥呀 哥 你一定要快刀斩乱麻 千万不能被那母女俩牵着鼻子走 我呢 百分百支持你跟小燕姐 为了爱 向前冲 给你这小丫头 今天说出来话挺水平的啊 哥 哥 你又弄了我头发了 你讨厌 臭丫头发的时候 哥 我上夜班去了 帮我跟爸妈说一声 这么晚还上班 你太敬业了吧 那公交车都没了 哥 你妹妹我呢 现在可是精灵阶层 我打车的 有的你 等等 我 给梅涛打电话了吗 你少管我的事啊 人梅涛挺好的 都博士后了 将来大有前途 对你又好 可惜啊 她总是一根筋地直着走 而你妹妹我呢 总想拐着弯看风景 我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你少掏我的心 管好你自己吧 走了 好 好 徐徐 你让我帮你找个房子 我帮你找到了 真的啊 那是我姨妈的家 她家里呢正好空这个房间 就是 这个路有点远 路远都没问题 关键是 价钱也得合适 这你就放心吧 我姨妈说了 她不图那几个钱 竟然找个人呢 做个伴 那太好了 我先把三个月的房租给你 好啊 那是你家什么亲戚啊 还要你替她付房租啊 别问了 行 对了 我找你啊 正好有个正事 你看哥 梅林最近的版面的问题太大 我看她是不易的 我都废了半天才弄成这样 这比弄一个新版都麻烦啊 这样吧 从明天起 你多留点心 多背几个文章 随机应变 可是 你总不能老迁就着她吧 我先有事 我先有事 我先有事情 你 要是 还要 你 你 我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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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期待 你牵我的手 今生不放开 多一份温暖 就少一丝黯淡 你的埋伏 永远是我的心跳 生死都不能 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 开玩意去看看 这儿是家 这么快就找到了 进去看看 秋林 你工作这么忙 以后别为我的事 操这么多心 听话 如果好咱就马上办 开 来 来 飘零的花 只要用真心灌溉 就不会枯萎 会加倍地盛开 美好未来 窗外的景色好美啊 挑的地方 我都不喜欢 谢谢你 她让你帮我收拾房间 多不好意思 都收拾好了 老婆 老婆 不错不错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林小燕 就她住这屋 大妈 您好 叫我小燕就行 小燕 好的好的 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有什么事情 叫一声就行了 行 那就麻烦您了 好好好 谢谢啊 好好好 说吧 叫我出来干吗 怎么了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 我心里空空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真的死的心都有 危言耸听 怎么看 你都不像那种死仙眼的人啊 你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 就这样说 我真是不甘心 梅里 你要当我是好姐妹 就听我一句劝 你想过没有 秋梨 她合适你吗 要真合适 还能等到今天 我怎么都想不通 那个殷小燕 哪里好啊 也许 她正是秋梨 心里所想要的人 她是 小燕 那天你哭着走了 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一直想给你个惊喜 让你高兴一下 我特别想给你个惊喜 秋梨 你还没见过我妈和姥姥 我给你看看他们的照片吧 好 这电脑是你的 是啊 我妈给我买的 我妈这人特要强 说就算家里再困难 也会给我买电脑 坐啊 你妈呀 你妈呀 真挺不容易的 你妈真漂亮 跟你一样 典型的嫌弃良本 对了 秋梨 谢谢你帮我找 干嘛呀 这么好的房子 快拿着 不是 你这么客气干嘛 咱俩谁跟谁呀 不行 你不拿着 我睡觉都不踏实 不要 别闹 秋梨 你听话 你要跟我假日了 再叫我请你吃饭 我把这三个月的房子 全给吃了 看你还嫌不嫌 你怎么跟孩子似的 讨厌 拿着 爱你 爱你 就是我的万一 知道我们匆匆老去 擦去泪滴 用心刻下真情的专利 这些孩子就像开放在城市边缘的花朵 看起来是那么的不起眼 甚至不被人注意 但是 他们一样有求知的渴望 一样可以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黑夜不属于孩子 他们需要前行路上那一点光明 但谁来为他们点亮这盏灯呢 好温暄 喂 晓月 你那篇文章我看了 写得太棒了 我准备让小江去采访一下你 和你那群孩子们给你们做个大专题 嗯 那你今天下班后到这儿来一下吧 我可能不会太早 行 那一会儿见 我有事要跟你说 要是工作以外的事情就免了吧 不行 我就要说 梅林 你听着 从现在起 咱俩就是上下级的关系 请不要把个人恩怨讲话到工作上来 我有吗 请你以后不要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向来就是这样呢 那我就只好请你走人了 梅林 你文章写得很漂亮 今日复刊需要你这样一个好记者 但我想说 你知道 你知道什么呀 知道也不堪日益 因为你太情绪化 别人根本没法跟你合作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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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不情绪化了 我在工作上也不会给你任何难堪 行了吧 不过 在感情上 我要告诉你 我是绝不可能放弃的 你能耐不小啊 别人都认为你为人师表 你能耐不小啊 品德高少 你自己觉得呢 要是你的学生 他知道他们的老师成为别人的第三者 他们会怎么想啊 梅林 您说的话我不明白 人你都抢了 人话你听不懂啊 我们之间可不可以心平气和地讲解 行 我倒想听听你用什么样的理由 来辩解你这样的行为 我和邱莉之间早就有约定 三年之后我回来 如果她还爱我 我们会在一起 就这么简单 如果伤害到了你 我也很难过 但是你不能说我是第三者 我也不会退吧 看来我是小乔你了 行 你去问问她的父母 你也可以问问我们报社的同事 你问问他们我们是不是一对 对了 我忘了告诉你 我们俩订婚了 你说你不是第三者你是什么 你应该去问邱莉 是你的 不用你跟我吵 还会是你的 你抢走了她 第一 我没有抢走任何人的男朋友 包括你梅林 第二 我们大家都是女人 没有必要互相的伤害 邱莉竟然做出了选择 无关其他 只是因为爱 爱 邱小爷 我求求你 把邱莉还给我行吗 梅林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爱她 真的 没有她我真的活不下去 邱小爷 我知道你是个好女人 你就把邱莉还给我行吗 只要你答应我 我为你做什么都可以 你都不知道在这三年里 我们俩是有感情的 她说要跟我结婚 是我没有同意 因为我怕她的事业上会分心 所以才先订婚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要邱莉亲口告诉你 这种事情 还需要她亲口告诉你吗 她能说得出口吗 我倒没什么 我为了邱莉 我什么都可以做 你呢 你能为她做些什么 我告诉你 邱小爷 你别以为你得到了邱莉 你就能进邱甲 没那么容易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的身份 梅林 你这是干什么呢 跟你有关系吗 你像个记者吗你 小燕姐 你别听她胡说八道 她就一片之狂 她跟头儿根本没在一起 你放心 我没事的 有些人追逐一生 也未必能得到真爱 你一定要坚持啊 对于梅林 大可不必在乎她 你越在乎她 她越来劲 小江 谢谢你 我有点累了 就先回去 今天的事 你别告诉邱莉 我怕她担心 好 好的 那我先回去了 再见 拜拜 进来 好 这是今天的大样 来 您看看 这篇文章是她写的 嗯 这分明是网上抄的嘛 雀雀 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了 对不起啊 我太大意了 这虽然只是一篇文章 可它会滋长我们边缠人员的懒惰心理 因为天下文章真一大招了 真还了得 娟娟 这种文章 怎么会从你眼皮子底下溜过去呢 是我太大意了 娟娟 你比我先进报社几年 按理说你是我的老大哥 我不该这么严厉地批评你 可是越在这种时候 越是要小心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我知道了 我马上去组织其他文章 保证明天就干不耽误了 诶 曲卷 你等一下 我这儿有篇文章 你看看能不能用 我可声明啊 这可不是什么关系稿啊 你也不用看我的面子 行就行 不行就拉倒 开放在城市边缘的花朵 梅林 还不走呢 等谁亮呢 好 谁亮 你等我 我没听错呢 快点 你忘了 晚上我们说过 要一块去酒吧玩嘛 咱俩去酒吧 啊 行啊 我请你 好不好 不是 我去拿车 你等我一下 啊 走 走 小伙子 走 走 走 你 走 你 走 你 走 走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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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